Creatively 在讲这个字之前 Andy想要先来跟同学复习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creatively的动词 英文念成create 那create的意思呢 它是创造CRE一个音节 ATE一个音节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create 那create这个字呢 我们就要把E去掉再加上IVE之后呢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我们念成creative 音节CREA一个音节TIVE就是一个形容词的字尾 好 所以它当作形容词中文 我们翻成有创造力的 来 我们看例句 Jason thinks of many creative ways to make use of the household waste such as making a plastic bottle into a pencil case 我们看例句 他说呢 Jason thinks of 指的就是想了的意思 想出来英文就用think of 他呢想到了很多的有创意的方式 ways 指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就是要去make use of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好 make use of的意思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利用 他呢去利用一些什么呢 利用一些household 指的就是house 我们看一下 看到这个house我们就知道是跟房子有关的 对不对 那household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家庭的 在这边我们根据我们前后文呢 我们知道household 这边指的就是家庭的 家庭的什么东西呢 垃圾 waste 好 他呢希望呢能够利用一些家庭的垃圾 把它做成别的东西 好 such as 就是例如 好 例如呢 making a plastic bottle into a pencil case 好 例如说这一件事情 as 是介细词 所以呢把a变成b make a into b 它其实的意思就是turning a into b的意思 所以呢把一个塑胶的瓶子 a plastic bottle 指的就是塑胶瓶 把它变成一个铅笔盒 好 那我们在creative的后面呢 再加上ly 之后呢就变成它的副词 中文翻成有创造利益的 我们看例句 copywriters need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never limit themselves when they make copy of advertisements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念成copywriter 好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其实就是copy 再加上writer 这个字 好 那这两个字合起来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广告文字的撰稿人 英文就念成copywriter 好 那说呢 copywriter他们必须要去思考 怎么个思考法呢 好 必须要非常有创造力的去思考 而且呢不可以呢 永远都不可以呢 limit就限制他们自己 什么时候呢 when they make copy for advertisements 好 那这边的make copy for 指的就是帮什么什么东西 撰稿的意思 写文案 就是make copy of 好 所以呢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creatively 副词有创造力的 creative 形容词有创造力的